而眼看着这里的社区的安全就受到了质疑 在11月底我们为您报道了这则新闻 说在这个新店有一个社区里面有一户违建户 那么他建的铁皮屋瘫痪了社区的红外线保全系统 也使得社区400户的人身安全受到了挑战 而拆除大队当时保证11月底就会全部执行拆除 没想到这个保证拆除只拆了三片铁皮屋顶 让住户们气氛难平 既无奈又失望 胡先生原本以为忍受两年多的违建铁皮屋终于要拆了 没想到拆除大队11月底前来执行拆除 还是这样的结果 拆除大队队长都明明确确告诉大家说 我们一定会拆结果还是现在没拆 拆两片三片 等到过一阵子大家不理的话 他又可能又把他撞回去 11月22日中天新闻接获投诉 实际到社区确认 发现违建铁皮屋檐直接伸出围墙 影响400多位住户 红外线防盗系统瘫痪 称为安全漏洞 拆除大队保证11月28号执行拆除 却只拆了三片铁皮大约80公分宽 建筑屋体毫发无伤 只要有背景有后台就可以规规规规避这个责任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守规矩的人 是给我们一个示范说 国家政策只是你不要不了解 根据了解周姓屋主过去有经营补习班的背景 两年多的举发过程经常避不见面 还不断放话自己有人撑腰 但是违建条文写的清楚 凡是铁皮材质违建必须全数拆除 现在新北市拆除大队只拆了三片铁皮 显然跟法规标准有段很大的落差 周末拆除大队没有上班 但是胡先生并不放弃 强调会争取到最后一刻 中文新闻邱伟雄堆龄新北市报道